请坐 那我们现场呢 等一下呢 也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呢 有问题要问这个导演 还有郑子丹 这次呢 看到这个导演跟郑子丹 来到新加坡 我们都很开心 然后现场等一下 我们要开放过问题 当然呢 我觉得一开始呢 先请导演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这部电影《武侠》 稍微介绍一下 他们还没有看 他们等一下会看电影 那等一下看就行 那等一下看就行 因为电影是很难介绍 既然都来了 你还没进来 我就介绍你 拉你进来 你都进来了 就不用介绍 可是我记得导演有说过 我记得在访谈里头有说过 想利用这武侠电影 来改变这个武侠的概念 是怎么样一种改变法 其实只是希望 有一个新鲜一点的角度 就是我们拍《打》 看过很多 都是在打来打去 那么怎么样 在这个打来打去的过程里面 有一点心意 那我们就想一些医学的角度 就是说要是你打了之后 其实你身体里面是会起了什么变化 或者每一拳 每一个点穴 进到你体内 那个血管跟穴道 是会怎么样影响你的生命 这些东西 其实也是希望 有点心意而已 是 那曾子丹第一次看到这个剧本的时候 是不是一看就 很想要接演这部戏 不是那么简单的 其实是因为我跟陈导 在十二维城的合作 引致这个武侠的构思 但是十几年前 坦白说我已经是陈导的粉丝 从他的甜蜜蜜 一直到前几年的《投名作》 我都非常欣赏他的作品 因为我认为一个导演 他不仅是一部电影里面 代表他的水准 是要看他一系列的一个作品 所以其实在十二维城的时候 我已经非常的兴奋 可以跟他合作 那虽然在十二维城的时候 他不是导演 他是监制的身份 但是大部分的戏都是他导的 那么武侠也是我等了很多年 希望可以跟他合作的一部作品 那终于可以在新加坡的观众群见面 我也相信过 待会观众看完之后 都会很惊讶 成长又一次的突破自己 以前的作品 这次的电影当中 我们看到导演 一样的 给我们很多的惊喜 自之前的《投名状》 《如果爱》 然后坚持的《十月围城》 这次拍这部电影《武侠》 有没有最艰苦的地方 你觉得最大的障碍 或是 把你搞得最辛苦的一个部分 其实辛苦的都是他做的 比我做的辛苦 我们刚才车还在聊 因为其实文系就是drama的剧情 其实你还是有很多变化 每个故事都不一样 每个人物都不一样 但是打呢 怎么打都是两只手两只脚 所以我觉得打要有新意是很困难的 我只能尽量在剧本 或者在风格上 加上了一些医学的角度 使到我们不把所有的打 都只放在手脚怎么打 但是到拍的时候 还是非常的花时间 譬如这个戏 我们拍了三个月 那么里面呢 其实两种都一路在拍 但是用的时间呢 可能打的戏 在电影里面占了三分之一的比例 但是要拍的话 在工作贴里面就占了三分之二 我的文系可能只占了三分之二 暂时占那个电影的那个长度 是三分之二的比例 但是拍了可能三分之一的时间就拍完 所以最辛苦的还是 只在在拍打的时候的那些日子 可是当导演知道 这部电影被选为 这个康泉品产的这个首映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的感觉是怎样 就是觉得那么多团队 辛苦了那么久 也一路觉得这部电影 是有一些不一样 跟以前的电影有些特别 那么就觉得终于有一个平台 能够第一次去展示这个电影出来 也是一个很好的国际平台 那当然有一种很开心的感觉 就搭一个演员啊 工作人员啊 大家就说我们真的去 去感情这部戏 所以大伙都去了 对都去了 我觉得可能是近年去感情去的人 最多的一部戏 我们所有都去了 我觉得就也算怎么样了 就包括工作人员团队 很多人都 我们去了四五十个人来 四五十个人 我觉得应该是近年去感情去 最多的一次 难得有机会吗 大家都一起去 刚刚导演有说 曾子丹在电影当中 其实很辛苦的地方 要一直打 那我们知道曾子丹很会打 那这一次呢 跟过往的电影打的方面 有什么不一样吗 而且加上这些电影的这个动作之道 打了什么不一样 其实我每一部电影 我都是根据人物故事 去塑造大的世界 特别这几年我扮演的角色 都反差很大 从几年前我拍《夜问》 到今天我拍《城导》的这个武侠里面扮演这个角色 我认为你只要根据 对于角色的心态 打出来的东西肯定不一样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 今天这一次武打的卸击 武打卸击很重要 但是终归还是要把这个故事 那个故事要打动观众 观众投入这个故事 然后我怎么打 大家都会认同 有认可 就是到底是那么简单的 当然你技术上 还是要卸击一些心意给观众看 那这一次在打动的拍摄过程当中 有受伤或是 受伤就 干面的 因为每天的碰撞肯定有了 因为终归我们还是用很多大量身体的表现 表演 就好像一个专业的运动员 运动员一样 他每天出意外的机会肯定会比较大 但是那一方面是没办法避免的 我们只能注意一点 这个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有哪一场打戏是你印象深刻的吗 因为我知道电影当中 比如说你跟混合 都不一样 我觉得都不一样 因为每一场我都希望有差别之外了 他有他自己的一个独特的一个卸击 比如说 刚刚你差不多提出来的那个 我跟魏英雄 那个在屋顶带跑 虽然大家在电影也好 在电视也好 都看过很多一些屋顶的追跑的一些卸击 但是我可以跟你说 我们这个卸击是一头钢丝都没用过的 那不跟其他的大家看了习惯的一些舞蹈的场面 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要用钢丝 而且我们真的在那个现场的环境 在这个很危险的屋顶上里面追跑的 而且那些屋顶是一些历史的建筑物 就是说我又很小心不能把它弄坏 因为真的有人在底下住 你弄坏他的屋顶的话 也没办法赔 有钱都没办法赔 所以在那方面我们要非常小心 那除了那场戏 其他那两场戏我都蛮喜欢 特别第一场戏 我跟两个姐姐在对打 因为里面的鞋子是有两个版本的 是金城武这些角色去介绍给观众看 就是第一个版本就是 就是由我里面扮演的头的角色 第一个角色刘金喜就是一个赵子的工人 然后其实隐藏了背后一个武功高手唐龙的另外一个角色 所以在他的金城武的讲述就是把两个版本 AB版都重复同时间评线给观众 那场戏我认为是在创意方面 我认为是今年最有心意也是我 其实也很多年都希望用这种手法去评线 但是一直都没有机会 大家等一下会看到那场戏 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 有点像侦探再加点罗生门的那种叙述方法 但是你们发现刚才阵子刚才讲到说 怕把人家的那个屋顶的瓦片弄破的时候 匆匆带过 是不是有不小心真的弄破了 那个最后买单多少钱 然后要问 我相信也不便宜 OK 我们让现场的观众朋友有机会问问题 来 第一位 伸尺头干嘛 举手的伸尺头 来 我想问 刚刚 你说刚才拍《无敌对》吗 那有没有说你会害怕自己 那有没有别的情绪在里 你是会害怕的 其实在 我想拍一个 有一场戏就说竞争舞 把我推到那个 那个悬崖 非常危险的地方 那场戏比较危险 我还记得我有几个助理 我去现场看警的时候 我有几个助理 他就拿着一个 DV的录像机到处 去找一些最好的戏 找度 让我去参考 然后在看警的过程 大家都回来吃饭了 结果我就 一个人迷惑回来 就是我其中一个助理 到最后 他回来的时候 他出现的时候 他满脸都是血 原来发生什么事了 原来他在悬崖底下的时候 看位置的时候 他不小心就是滑了一下 整个人滑倒了 然后他告诉我 整个过程就是 他滑倒之后 他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他的身体已经 半个身体在水里面 然后他很自然的反应 就是用手抓住一个石头 然后就爬上来 爬上来的时候 他已经发现满脸都是 可能都是碰 破了那个头 然后我们在想 他也在想 如果他没有用手 抓到那个石头的话 可能他会掉在水里 我告诉你 那个水 那个水是 那个急流 那个急流 那个水力是非常的猛 而且那个水 是直接 冲到一个瀑布里 那个瀑布 如果冲到这个瀑布 它肯定会死掉 所以在那一下 我们都是 都杀爆打 很惊险 对 非常的害怕 而且大家都不知道 对不对 不知道 我还有一些录像 如果大家 看完这个片 以后买DVD的时候 看那样 有些花絮 在里面就是 满脸都是血的 真血来的 那个不是假血来的 这是真血 嗯